我们都有份 我们都有份 还有我们都有份 新智能身份证当然会有你份 根据香港法例 凡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就必须登记领取身份证 11至17岁的人士所申请的身份证 是一般俗称的儿童身份证 18岁或以上的人士所申请的身份证 则是成人身份证 11岁及18岁的香港居民 必须在生日后的30天内 前往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 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你生日当天就可以开始申请 如果遗失身份证 就要于14天内 到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 办理不领手续 无论你是登记或补领身份证 申请前都要记得预约 现在透过电话 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 都可以预约申领或补领身份证 不过电话预约的人士 就无法预先填表 用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预约的人士 于同意声明后 可选择适合你的申请类别 及申请人数 再输入申请人的个人资料 还要设定一个四位数的查询代码 之后查询或更改预约都需要它 输入验证码后 就可以选择申请地点及时段 用流动应用程式预约的人士 预约前两天会有提示 这样就不怕忘记 按绿色开始按钮 然后于网上填写申请表格 不用到办事处才填写 这样就可以节省申请时间 过程每一项都有清晰的指示 步骤非常简单 申请前请先到immb.gov.hk 了解申请身份证所需要的文件 申请当日请阅读预约通知 根据指示到自助取筹服务站 或柜位取筹号 用自助取筹服务站取筹号 可直接扫描流动应用程式内的二维码 如果是打电话预约 或没有二维码的人士 则可以扫描自己的身份证 或输入身份证号码来取筹号 如果预约时没有填表 又或是发现有资料要更改 请用自己的手机登入流动应用程式 或利用填表区的电脑来完成手续 填好表格 大家就可以到等候区 当大堂显示屏出现你的筹号 你就可以到指定的登记室 登记员会为你拍摄及打指摸 同时也会打印申请表格 让你签名确认资料 之后在于等候区 等候批合主任的会面 完成复合资料 就会发出一张申请身份证收据给你 登记身份证是免费的 至于补领身份证 就要先到缴费处缴交费用 才会发出身份证收据给申请人 身份证收据上会列明指定的领证期限 请紧急于限期前领证 如果期间要离港 请代备有效的旅行证件 因为身份证收据并不是旅行证件 申请时选择了自助领证 要认得自助领证服务站 领证当日将收据放进插口 完成简单的身份核对 新智能身份证就到你手 快速又简单 如果未能亲身领证 就可授权于一位18岁或以上的人士 为你领证 大家可以浏览rimmd.gov.hk 了解有关身领或者补领身份证的详情 新智能身份证 见证新时代 稳步创未来 未来 未来 感谢观看